再来关心是这起事件 这位阿公居然怀疑自己的孙子不是亲生骨肉 这位台中东市这位徐姓的老先生 他居然就这样子亲手瞎死了自己的孙子 而且是在事发一年多之够 他才坦诚自己犯下这起案子 其实在事发当时呢 他的媳妇就觉得怪怪的 但是阿公不承认也没有办法 但没想到事发一年多之够 这位长期情绪不稳的老先生 他说他真的当时是一时情绪失控 才会酿成了这起悲剧